关于0823热带性低气压造成全台豪雨 南投县在晚间12点宣布停止上班上课 副县长陈振生说明 因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 需依照天然灾害作业办法规定 加上要考虑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工商业发展的困难 整体通盘考量 加上23号晚间 县内有部分路段受损塌陷 所以最后才宣布 8月24号全县停止上班上课 南投县在昨天下班前 我们在新丽乡已经有道路探荒 另外在珠山镇 它的积水累积的一量 已经达到100公里毫里毫米以上 所以经过前衡之后 跟台中彰化苗栗 我们的七治理平台 大家互相讨论 就有财中市先行先布 那彰化我们同时在做发布 最主要就是要有所本 另外农委会也发布了土石流 潜似区域要注意的溪流 所以潜众多方面条件之后 才做最后的决定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